国民党国际部搬到了智库大楼的新办公室 整个空间都重新规划 其中更出现了战情室 不过这战情室跟你我想象的不太一样 这一次要办的是飞虎队 我觉得这题材蛮好 因为它可以增进 比如说强化我们年轻人 还有观众对于历史的一个重要性 国际部主任李大中跟几位同仁 讨论演讲活动 在会中随时抛出新的点子 除了推测以外 我们还有机会跟外媒结束到最近 主员也能随时提问 或是一起看着外电新闻掌握舆情 虽不若美国白宫战情室那样的专业设备 国际部战情室仅一张桌子 几张椅子 白板跟电视 但依然能够透过各种管道搜集资讯 在很多政府的部门 明明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设计 那我们是取它的为民意 我们希望它能够做出一个 作为我们一个迅速反应 及时寡议跟脑力激荡的地方 那当然我们也会在这边 做很多的书面上分析 例如可能会持续追踪 像美国选举的国会证明 我主要做翻译 如果有更重要的翻译 而这间会议室的规划构想 其实跟副主任何致用有关 当时我们本来想说有进一步的规划 可以像企业界一样的把一些隔间打掉 但是因为共体事件 大家知道国民党现在经费是有限 所以我们后来做最小的变动 就把其中两个房间打通 然后让我们国际不同人可以在里面开会 甚至在外头的办公空间 OA屏风也降低 彼此间的沟通更顺畅 国民党进行党部单位空间改造 除了提升使用效率 也使党更有战力